看似平凡却价值不菲的生活小物 它们有何独特之处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许多貌不惊人 但价格却令人惊讶的物品 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物品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它们的价格会如此之高呢 首先,我们来谈谈艺术品 当代艺术的创作可能只用了最简单的笔触 看起来毫无技巧 可是有的作品价格却高到惊人 这是因为艺术品的价值在于其创作背后的意义和艺术家的名气 接下来是珠宝 一颗普通看起来的钻石或者珍珠 如果品质足够好 那么价格就会十分惊人 因为它们的行程需要千年的时间和极其严苛的条件 这使得它们的价值不菲 葡萄酒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瓶老酒可能看起来就像普通的葡萄酒 但其价值可能超过你的想象 因为其价值取决于酿酒的技术 葡萄的品种 甚至是存放的时间 香水也是一个看似普通蛋价格高昂的例子 纯正的玫瑰经由需要大量的玫瑰花瓣 这使得一瓶小小的香水价格昂贵 再加上品牌的效应 价格更是水涨船高 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 如少量的鱼籽酱 稀有的蘑菇 甚至是一些品牌的设计师手袋 它们都是看起来普通 但是价格却高得惊人的物品 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 一个物品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其外在的表现 更在于其内在的价值 这可能是其稀有性 工艺 品牌 甚至是其背后的故事 所以 当我们看到一个价格高昂的物品时 不要只看其表面 而应该去寻找其内在的价值 这样 我们可能会对这些看似平凡的物品 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最后 我们要记住 物品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标价 每一个物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只有真正理解和欣赏它 我们才能明白它的真正价值 希望你们都能在生活中 发现这些看似普通但价值连城的宝藏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